大股东或者董建高增值股份,或者上市公司回购自身股份并注销,一直被视为增强市场信心和有效提振股价的重要举措。 然而,近几个月A股的市场走势表明,许多公司实施了上述股份增值或者回购,但是股价仍然一蹶不振。 那么投资者究竟是遇到了献饼还是陷阱,增值或者回购股份,无疑是正能量满满的举措。 监管部门近日发言是非常好的诠释,监管部门具体解释外,上市公司回购股份,大股东增值股份的行为,表明其对公司经营状况, 盈利能力和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心,有利于提振投资者信心,稳定市场预期,对资本市场健康发展,具有积极证明作用。 在笔者了解过的公司中,目前能够拿出资金,进行增值股份的大股东或者董建高,一定是有相当的资金实力,能够拿出资金回购的上市公司。 主营业务在行业内一般也是龙头公司,在增持或者回购股份后的短暂时间内,上市公司股价会出现一定的涨幅,并且维持平稳的走势。 然而,几乎所有公司估值水平,都无法避开整体市场估值中枢下移的影响。 也许从长期看,实施增持或者回购股份的上市公司,仍然能够长年实现业绩和市值的稳步增长。 但是,短期看来,投资者面对实施股份增持回购公司的投资风险,并不会因此而减小。 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,增持或回购股份,对于市场信心,增强存在一定的杠杆效应,容易被希望市值管理的公司所利用。 例如,一销港股上市国内知名品牌的消费品公司,一方面公司在回购入销股份,一方面公司董建高,再按照原计划减持股份。 回购股份似乎一路在位高管套现保驾库行,减持股份需要公告很容易被大家关注到,但还有很多其他公司的行为可能不容易被关注到。 最简单的角度是,投资者需要关注公司进行增持,或者回购股份的规模是否足够大,更要关注是否因为其他事项而不得以为之的无奈之举。 比如,有的公司员工市股计划的持股成本,已经远远高于单前股价,那么公司无论董建高商做增持,还是公司回购部分股份,均无法消除巨大的投资风险。 例如,公司大股东是否存在较高比例的股权质押,增持回购的资金规模与公司市值比例如何等等,都是有重点考量的角度。 让投资者可能惊讶的是,有时候公司宣布回购股份,但是实施比例较小,也不能因此否决公司的投资机会。 有公司宣布数是一回购计划,但是实施很少。 公司高管后来解释为对市场走势比较担忧,所以没有大量实施。 逼着对此不能理解,因为公司高管非常了解公司现金流,业务预期和行业景气度。 随后一两年,有聪明的投资者,根据自己对公司价值的判断,大量买入公司股份而获得了丰厚的回报。 近几年,A股市场加速进行IPO融资以及对维法违规行为严厉打击。 特别是近期,临时两家A股公司实施退市处理,以令A股游戏规则质变,让上市公司的发展潜艇真正差异化。 此前,再不记得上市公司,也能通过赖壳,实现数十亿元的收益。 现在临时数家公司退市,意味着造假灰金家荡产。 美国投资大师巴菲特曾表示,价值投资者会等待着股价下跌带来的投资机会。 在比者看来,如果公司股价因为市场因素下跌过多,不需要增持或者回购股份,价值投资者也会考虑大笔买入股份。 本文原子证券十宝,更多精彩资讯,请来金融界网站www.jrjcom.cn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